好我請教何醫師 你怎麼觀察現在的確診跟疫情的發展 是我們看到這些圖 每天指揮中線圖表 我們應該從就是 就是現場這張 就是三八二這張圖開始關心到說 從四月二號開始 其實每天指揮中線公布說 我們現在床位夠不夠 我們現在中重症的人數夠不夠 以及我們到底有幾個死亡 你可以看到現在這比例 基本上是非常的低 就是大概千分之一不到的死亡率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問說 讓我們的床位到底夠不夠 那種專責病房 集中檢疫所 還有這樣加強版的這個防疫旅館 目前看起來 加價件就大概一萬件左右 所以如果真的像是韓國 或是像是香港這樣的爆發 基本上這樣子還是不太夠的 所以基本上 所以指揮中心就開始說 開始放話 說不管是我們這個解隔條件要放寬 以前還要驗這個N抗體 那現在發現這個N抗體 有一部分人就不會產生N抗體 而且有一部分人 其實他就是救案 我們幹嘛把這個救案 沒有傳染力的人關那麼久 那另外我們看到就是 外國的這個這個疫情 外國疫情可以看到之前美國 一天可以高達八十萬 韓國之前也是大概四五十萬 那之前就比較嚴重一點 現在比較嚴重 比如說南韓香港等等的 一天也都是破萬的 甚至十萬二十萬 這樣的數字 大家未來要慢慢習慣這樣子數字 也會在臺灣發生 但是我們只要把這個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三百八十多例 然後也許下週我們就看到破千 破千 然後說不定下個月我們看到破萬 所以可能就破萬 你認為月底就破萬 可能會破萬 但是大家就不要再看這個表了 就不要記證了 那破萬跟細胞簡訊 幾萬出去一樣 沒有意義啦 那時候就沒有辦法 重症了 那時候就當作就是一個流感重症 或是一般類流感 這樣的處理 所以我們就變成說 我們的必須我們的病房啊 就是一定用大部分的病房 我們看到大部分 目前大部分病房 兩千五百多床 基本上還是在收 你可以看到就是兩千五百五十多床 雖然收確診 但是其實只有五個是中重症的 那你的意思是說 其他兩千多個 對對對 未來這樣的狀況 應該要做一些調整 可能只有這這五個人 需要住在這個專者病房裡面 好不管 那我們以臺灣的來看 臺灣 我們可以先參考一下 其他國家 給大家打個預防針 就以韓國或香港來講 韓國 香港之前蠻慘的 就韓國的話 每百萬人的話 這大概是七死亡率 大概是會有七個人死亡 對 那之前比較慘的 像是這個香港 他高達三十五 幫大家換算一下 如果是你跟香港一樣慘的話 每天會大概高峰 疫情高峰的時候 以臺灣的話 可能會十到八百個 OK 我們要知道去年一整年 臺灣也才十八百個 但是如果你以香港這樣子的 就是疫苗的覆蓋率 或是你打的疫苗的種類 是這樣子的話 你可能一天就十八百個 這很恐怖 因為香港確實很多 很殘忍的畫面 比方說停尸間 這個不夠 然後要這個帳 做殯葬 事實上也不夠處理 然後太平間也篩爆 也不夠處理 所以他有些屍體 都是疊著疊著疊著 去火化這樣 對 就會面臨香港這樣的狀況 但是我們必須打的疫苗 不像就是香港打的疫苗 這樣子 大部分是以這個國際認證的 疫苗為主 所以我們就會面臨說是不是我們可以比照韓國 但韓國其實也沒有討到哪裡去 大概百萬人 大概是七個人左右 那乘出來的話 我們大概接受 就是我們可以接受的範圍 大概是每天大概一百個左右 就是在疫情的高峰 大家有一個心理準備 但最好最好像紐西蘭 因為紐西蘭 他基本上長者 基本上是接近百分之百的 這個疫苗覆蓋 三劑的覆蓋率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就可以壓到 這個每百萬人只有一個人的死亡 這樣子疫苗的覆蓋率 事實上直接跟死亡率是反相關 直接掛鉤的 疫苗越高的話 死亡率就是越低 然後我們的高標 可能就像紐西蘭 那我們可以預期的 就是基本的標準 可能就是接近韓國 這樣子的標準 所以大家打個疫苗 就是打個預防針 那我們看一下 雖然我們的疫苗覆蓋率 大家說這個疫苗覆蓋率 已經蠻高的 一劑跟兩劑加起來大概就八成左右 那第三劑大概五成左右 但是我們要知道 韓國是一二劑都達到九成以上 甚至三劑達到六成以上的覆蓋率 他才有百萬分之七的這樣子的死亡率 所以我們應該會比韓國慘一點 先大家打個預防針 所以就呼籲指揮中心 你這樣講完股民要瘋掉了 股民今天看到確診三百多例 就跌三百多點 月底可能會後面多兩個數字這樣子 所以月底就直接 你覺得可能確診到萬例 對 然後死亡率到底是萬分之幾就不知道了 對 大概千分之一左右 就是一個不錯的數字了 那就是確診整個死亡的比例 大概是千分之一 就是一個不錯的數字 如果千分之一 那月底每天有萬人確診 等於死亡率 死亡人數 可能就是每天十人這樣子 就是接近十人或百人這樣子數字 所以我們剛才預估了 百人是死亡率百分之一喔 每天要十萬人確診的話就死一百個 可是十萬個人確診很簡單 因為韓國都三十萬四十萬 他能夠說我們兩倍嘛 對啊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把這個病床 移給這個中重症的死 就是這個確診者 還有就是我們的藥物 其實今天黃立民院長又指出 其實不太夠 那我們的藥物加加減減 哪個藥物不太夠 是那種輝瑞 或者是瑞德西韋的藥物嗎 三個加起來才兩萬多 兩萬多份 我們才兩萬多份 對對對 所以很明顯完全不夠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藥物 基本上你在清 清症的時候就要投雨 對 然後你才會快速的 把這個病毒量降低 對 才不會進展到中重症 所以我們就要用 類似這個打流感的方式 你要趕快把這個藥物普及下去 不管是在診所 地區醫院甚至區醫院 兩萬多份一定不夠用 一定不夠用 絕對確實不夠用 如果兩萬多份 都要用在清症的話 那每天幾十萬 對 所以我們藥物遠遠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要趕快再添購 才有辦法打這個新台灣模式 這個防疫模式這樣子 好那我問你 那如果是這樣的模式的話 你自己在第一線做醫療的工作 那你當然也觀察到 各國不同的醫療的處境 像現在上海跟香港 事實上是很崩潰的嘛 對 你怎麼觀察 低線醫護 這裡頭 他可能也要遭受到 很嚴厲的壓力測試 應該說我們一定會面臨 這樣的壓力測試 只是說我們能不能像去年一樣 就是趕快的去做應變 去做調整 我們相信基本上 我們應該從去年 得到一些很多的這些教訓 而且現在我們面臨的是 Omicron 不是去年的Alpha或Delta 這個殺傷力是有差的 只是說大家以後要覺得說 這個確診它不是就有點像是 當作一個流感這樣子的方式 但是前提是我們要把這個疫苗覆蓋力 盡可能拉高 而且口服要一定要廣發 而且要趕快把它普及下去 才有辦法把它當作一個 類流感這樣的處理 好 我們稍後回來